2014年爆炸的核心 好 這幾個重要概念 這幾個重要概念 我就 summary 在這裡頭 EDEX跟 EOS 談能譜 很重要你要談它的 detector 所以你要知道它 Detector 運作的原理 這個 Detector 那 Detector 其實它有三個重要的 Component 這個是我從書上截取下來的 第一個我要有一個偵測器 偵測器它要產生什麼 我一個電子進來 我一個 X 光進來 我再產生一個 X 光 一個 X 光光子進來 我 X 光光子 我怎麼知道這個 X 光光子的能量 這 X 光光子一定要產生電子式的訊號 我有一個偵測器 我要讓 X 光光子 產生電子式的訊號 這個電子式的訊號 我有辦法去計算之後 我來分析它 我用 Computer 去顯示它 所以一個 Detector 基本上分成三個 Component 一般來講 OK 待會我就會詳細講 那當然還有一個 那最重要的 EDEX 的 Detector 大概有兩個 一個叫 Sili Detector Silicon 它是一個 Intrinsic 然後但是它多品離 因為 Silicon 通常 它通常都是一個 P Type Intrinsic P Type 提電出來它通常 Intrinsic P Type 你必須要多品一點點 Lithium Lithium 是幾架的? 一架 它喜歡丟掉一個電子 它喜歡提供一個電子 那這個是 P Type 它喜歡提供一個電子 所以這個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一個 Intrinsic OK 所以它通常都要 Lithium Doppler 的 Silica 所以它變成 Intrinsic 的 好 那這是一個 Detector 這個叫 Sili Detector 那這 SDD 這是最新發展的 這 SDD 是最新發展的 我好像為了節省時間把這個可能取消掉了 這是以前的 Technology Progress 這是 Performance 這個是 Arbitrary Scale 這表示這個是以前的 到現在很多還在用 大概九十幾%都還在用這個 那現在當然都是用 SDD 跟 Freel Effect Transistor合在一起 就比較先進的 Detector 那這個我們同學在做 我們同學在做的意思是說 他在做製程 我們也在自己做 Detector 我們現在 EDX 系統 我們實驗室自己會做 自己做 EDX 系統 這是我們自己在做的 好 所以它基本上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 Detector 部分 一部分是 Detector 部分 那一部分是我的電子訊號的處理器 電子訊號處理器 第三部分是Computer 所以1 2 3 1 2 3 我產生訊號之後 我來這邊分析 分析好了我用Computer去顯示它 EDX通常看起來這麼大 這整個整支這麼大 這個你不要以為它很大 它這個最大的就是什麼 液態氮的那種桶子 因為它要有液態氮去Cooling 為什麼要液態氮去Cooling 最大是C-D Detector 最大是C-D Detector 最大是這個 它兜品這個鋁 兜品這個鋁 這個鋁會跑掉 因為鋁很輕 它的原子序多少 3 是不是 它跑得很快 你知道氏溫跑得很快 所以它一定要有液態去Cooling它 不然它會Diffusion OK 因為裡頭我們會加電壓 這個鋁會跑的 因為它帶鎮電 它給出一個電子之後 它帶鎮電它很會跑 所以通常是我們要維持在液態氮 你沒有維持在液態氮太久 它會壞掉 它會壞掉 所以體積最大的是什麼 是這個Tank 這個很大 最重要是Tank 它其實真正的功能很小小小的一點點而已 它真正的可以工作的是 你看 它這個剛剛你看到的 這是整個 這叫liquenizer 冷卻的 通通是填進去 liquenizer 那這裡有一個叫coffinger 一個那種銅線 導進來 導進來 這個我真正的detect在這個尖端 很小很小一點點 silicon的 很小很小一個一點點 這真正工作的是這麼多 但是必須後面的這整個什麼 去cooling它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真正看到edex 這一段都假的 這個是偽裝七底的 這完全是cooling系統 你真正的會工作的就是一點點 就是這一點點 一個chips 一個silicon的chips 所以你們看過來 那個廠商弄過來 賣你這個可能200萬 一個很大體積的 其實我告訴你 它就是一點點 真正detector就是這麼一點點 所以你不要 蠻合算的 看起來蠻大的 200萬還蠻合算的 我告訴你 它賣你就是這個而已 這些都很便宜的 你知道嗎 好 它這個detector是這樣子的 它真正是這樣的 所以我把這個尖端放大 它這裡有個叫colimeter colimeter就是對準器的意思 就是我讓 這是我的樣品 這是我們的樣品 樣品在這裡 樣品在這裡 好 我們的電子打下來之後 我有x光 所以這個是colimeter的意思 就是我讓x光沿著這個進來 進來這邊 我有一個window window通常用皮 用皮做的 為什麼要有一個window 因為我這邊是真空 這邊是真空 這是我樣品在這裡 這是我電子打下來過來 我這邊是真空 這邊沒有真空 要隔絕它 要隔絕它 知道嗎 隔絕它 但是這一邊 這邊真空裡頭 有時候不是那麼真空 真空裡頭有時候都含一些水氣 在裡頭 但是我這邊又是結冰 這邊你看 你看 這邊我有液態氮 然後這個我有 你看那個黃色 這個是叫coffinger 有很多的銅線 導到這裡來 然後接到這裡來 所以這個都是冷的 這個晶體是一個冷的 這個晶體 這個其實是我的crystal silica crystal 這個冷的 這個也是冷的 所以這個通常會結冰 表面通常會結冰 因為我的真空通常都含有一點水氣 這邊不是冷的 這邊是很冷的 所以這個通常這個表面會結一層冰 知道嗎 你冰太厚的話會怎麼樣 你的edx進來 你的x ray進來 通常被吸收掉 因為冰層不能太厚 所以它這個通常是怎麼樣 用一段時間 你要停下來 你要把它給加到室溫 OK 然後讓什麼 讓水氣從真空湊掉 通常是這樣 Window的背後是我的crystal 那這是我的fet 就是我的transistor 就是fuel effect transistor 在這裡 這個是要能夠接到電腦的 來 給你們看一下 下一張我把這個地方放大 把這個地方放大 我還沒有放到這裡 我先把它放到這裡 所以這裡有3 這個 把這個地方放大 這張看起來很複雜 這是我的晶體 這就是我的晶體 我這個晶體是叫silicon 來一部分一部分看 silicon 好 這是我的 這是我一個皮窗 這是我一個窗子 這是我用皮做的 為什麼要用皮 我不能用高原子序的 因為我高原子序的 我要是比較低原子序的x光進來 我這個要是高原子序的 我高原子序的訊號會被我 所有比我 所有比我低能量的x光 全部會被我吸收掉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窗子 一定要用非常低原子序的 有時候你用碳膜都可以 用什麼高分子膜都可以 高分子一般都是碳 高分子膜 碳 或者是他這裡用皮 或者是用波隆 nitride 你看他都是用 這個是波隆 nitride 你用波隆 nitride也可以 這原子序5 碳是7 用很低原子序的 你用高原子序的一進來之後 怎麼樣 這要用很高原子序千 你比千低的 低能量的x光全部在這裡 吸收掉了你進不來了 你進不來了 ok 好 你看 或者是用diamond diamond是什麼 碳 diamond film 就隔開它 但要夠強 你不能不夠強 polymer 要夠強 那通常大概是0.1mm到7mm 所以做窗子這個技術都很難 x光進來 這通常會結一層冰 ok 既然結一層冰我說過 這邊通常會在這邊結一層冰 either這個是在它前面或者是後面都行 這是ice contamination 真正的晶體是從這個線之後 這裡有兩層度晶 這是整個 這是silicon 有整個silicon 這是度晶 這個是度晶 ok 這個我加負的偏壓 這個晶我加負的偏壓 這邊是負電 這邊我接地 所以這邊是相對正電 ok 這整個的厚度大概是3mm 大概是3mm ok 我的x光一進來 我馬上產生一個electron跟hole的配 electron跟hole配 那一般我們都知道 silicon會產生 會從架帶到導帶 energy bandgap大概 平均來講 看哪個方向 有的從0.7到1.1個EV 那是平均來講 silicon整個平均下來來講 平均 因為 平均來講 silicon大概是3.8個EV 會產生一個電子電動隊 ok 平均 gemonium 這個跟bandgap無關 bandgap bandgap那1.1個EV 那是特別有一個特別金像的 那是單金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這個整個 平均來講 it takes 3.8EV to generate electron andhole pair in silicon 那gemonium 待會我們介紹更先進的gemonium 是2.8個EV 這是平均 statistically平均 所以我對於一個billium 平均 一個kα 我竟然要是一個平均的kα 我大概是30個電子 我會產生30個電子電動隊 因為 你知道這乘以30 它大概100多個EV 這乘以3 3.824G2 114個EV p的kα p的kα大概是114個EV 114個EV 所以我進來的能量要是114個EV 我打一下以後 我這裡會產生30個電子電動隊 產生了30個電子電動隊 然後我這裡加偏壓 我這裡負電 這裡正電 所以我電子往哪裡跑 電子通常會跑到這裡來 電動會分開到這裡來 所以我一分開之後 我就知道有多少電子電動隊 我就這裡會接什麼 待會我會給你看 這裡會接什麼 會接一些訊號處理器 我就開始數 我大概產生了多少顆電子電動隊 我要數得很快 我要數得很快 我數了以後 我說30個 這個光子進來剛好是30顆電子電動隊 我就說這個光子是p的kα 電腦就開始去尋找 30個他就趕快乘以3.8 電腦他就開始乘以3.8 一點多個 他就在他的資料庫裡頭找 這個叫做p的kα 他就在p的kα 114個EV那邊 他也分了好多格 114個EV那邊給他投一個銅板 一顆你是一顆光子進來 ok 在下一顆進來 他數一數 又是30顆 那這個又是什麼 又是p的光子 他又給他在那個位置 在114個EV那邊 又給他記錄一顆 ok 那可能還有其他光子進來 他就在不同位置 是不同能量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就是這樣數的 這樣數的 那129顆他怎麼樣 他就把它convert成 因為電子 一個電子是帶1.69 1.6乘10的-19次方的庫輪 他一偵測到電量之後 他就知道多少顆了 知道嗎 他知道多少顆 多少顆他就知道元素 他就知道元素 那通常這裡頭有兩層 這叫dead layer 這兩層是沒辦法工作的 因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接地帶震電 所以通常有一層什麼 有一層 這裡通常會有一些電荷累積 這裡通常會有電荷累積 這個沒辦法工作層 這個通常會有一些電子累積在這裡頭 這個通常會有電動累積在這裡頭 所以真正能夠工作的 這個中間這個叫active silicon 這叫intrinsic silicon 在這個地方 它一定要intrinsic 它才能夠產生電子電動堆 它要是不是p-type 它產生之後 要是p-type 它怎麼樣 這個電子會被消失掉 知道我意思嗎 這電子會被消失掉 就沒了 就沒了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它一定要p-type 所以它一定要 但是我們一般的silicon 通常都是p-type p-type以後這個電子會消失掉了 不行 它一定要intrinsic 它intrinsic 它intrinsic之後 它要多品鋁 多品一些雜質 把它補償回來 所以這裡頭一定要用什麼 用液態蛋 給它cooling 你沒有液態蛋cooling 你那個鋁呢 通常帶震電會跑哪裡去 鋁通常會跑到這裡來 時間久了以後 你會這裡有一層鋁 鋁原子通通偏吸到這裡來 因為加電廠 知道為什麼 這裡頭呢 回復到p-type 所以你這整個EDEX的 detector的效率 就是什麼 完全下降 ok 所以一定要operate 在liquid nitrogen 所以為什麼 這是很多實驗室裡頭 你一定要autofilling 尤其過年的時間 你過年時間沒有人留守 你回去 放假一個禮拜回來 它整個液態蛋揮花掉了 回來就 第一件事情 聽到的就是EDEX 叮 警報聲 就叫你要填液態蛋 不然里會跑到這裡來 這個工作原理 跟什麼工作原理一樣呢 太陽能電池 太陽能電池 只不過我們怎麼樣 進來的不是X光 它進來是什麼 大概是可見光 可見光 可見光 可見光產生電子電動對之後 怎麼樣 趕快separate到兩個電極去 然後怎麼樣 讓它流出來 流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存到哪裡去 存到電池裡頭去 ok 這個工作原理跟什麼樣 太陽能電池 ok 只不過我們怎麼樣 我們拿它來數有多少顆 電子電動對 ok 我沒有拿它來用 ok 數完了之後 我拿來做什麼 鑑定元素用 ok 這個工作原理跟 太陽能電池是一樣的 跟太陽能電池是一樣的 懂嗎 這是基本的原理 好 這是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它其實是叫Reverse Spire的PIN I是什麼 intrinsic 這裡有個P-type 這裡有個N-type 這個是N 那多頻叫PIN 這跟一個二極體是一樣的 這個出來之後呢 我有個訊號處理器 訊號放大器 這個 這個我沒有 剛剛在那邊還沒有改過來 這個 很模糊 這個叫做Mati Channel Analyzer 你們寫一下MCA MCA是非常 非常 應該是大家都曉得 Mati Channel Analyzer 什麼叫Mati Channel Analyzer 我這要是偵測到30顆 電子電動隊的話 假設我偵測到了 我分析了 我用電腦分析了 我把訊號放大 電腦分析了 結果分析出來是30顆 然後我在 我再乘以3.8EV 我把它乘回去 所以我就知道什麼 知道它是114個Electron Ball 我在這裡Mati Channel 它是一個EV一個 一個EV一格 我分析出來是 分析出來是114個EV 我就在114個EV那邊 給它記錄一個 一個訊號 所以它叫Mati Channel channel 在這裡我有很多channel 那每個channel是什麼 每個channel可能都是 我這邊要是有1024個channel 那我要是從0EV到多少 到10K 0EV到10K 那除以1000的話 1024我當成1000來除 10K 10K 所以我一個channel是11V 知道我意思嗎 我一個channel是11V 所以它看看分析出來 到底是幾個EV 它就在每一個channel那邊 就記錄一個訊號 知道我意思嗎 就叫Mati Channel Analyzer 然後我在用電腦 用什麼 用電腦去把它顯示出來 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要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detector 一部分是訊號處理器 一部分是電腦 三個component 這個 這個detector 那這是processor computer 看一下就好 那這裡頭當然 process electronics 這是去數電子電動隊 然後把它給顯示 把它給顯示 那這個有些什麼dead time 這個東西我就不講 你們這個完全就不管它 然後底下不管它 那三個部分 這是整個detector 看起來就像一顆 一顆晶體 這X光從這裡過來 那這裡有兩個晶 這兩個電極 這兩個電極就是回去 就是這兩個電極 這兩個電極 看起來就像這樣 然後這裡會產生電子電動隊 電子跑這邊 電動跑這邊 OK 那這邊就到 那個fuel effect transistor 去分析 到底有幾個電子電動隊 那這個是 這個也是core contact 就是我要冷卻這裡 我的液態當然要冷卻這裡 那這裡有一個dead layer P-type的zone 那這個是lysium的 intrinsic的區域 lysium doped的intrinsic的區域 這是P-type的dead layer P-type的dead layer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我加一個 負的bios 這邊是接地 這邊不僅是接地 這邊還接什麼 接冷的一台蛋 OK 好 那detector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最主要是window window 你不能用重元素 一定要用氫元素 所以一般都用皮 那皮很小心 皮很活潑 摸了會致癌的 不能摸 OK 皮是不能摸的 OK 所以那種皮窗通常handle 通常是 你們也沒有機會 我們也沒有機會handle 它一般來講大概是7到12個micron 那它那個 皮的k alpha 皮的k alpha大概我們說過 皮的k alpha 所以 比z小的11的呢 通常是偵測不到 因為它有些會被吸收 所以通常是這個 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不是很可靠 你要1的x分析氧分析碳 尤其分析碳 碳因為在這整個的污染源裡頭 在我們電子顯微鏡裡頭 本來就有一些高分子在 你在準備試片的時候 在我們搭氣裡頭 本來就有一些油氣 有一些高分子 電子素打下去 都會有碳 所以 碳呢 偵測到碳 通常是不太可靠 氧呢 跟氮呢 這個都只能定性的看 啊 有 有在那個地方 有在那個地方 但是很難定量 知道我意思嗎 1的x通常是很難定量這個 你要定量這個 通常用什麼 用EOS去定量 它 大概就能夠定性的 我看到 我看到它 它有在那裡頭 尤其金屬 金屬表面 也會氧化 這個是不是在 你的材料裡頭的 也不知道 因為訊號很小 知道我意思嗎 好 那 這個在 像一些西里康也會氧化 很多東西都會氧化 所以你看到呢 因為訊號很小 雜訊又很高 所以通常看到氧呢 通常大家都是 參考 好 這個呢 在大氣污染源就有了 所以 參考 這個 不是很可信 不很可信 這個很難偵測 1的x很難偵測 所以這個要配合EOS 配合EOS 配合那個原子探針的EOS 然後一個一個打 好 這是 Altrassine Altrassine window 這個是比較厚 能夠做得比較薄 能夠做得比較薄 越薄越好 那你要弄得比較薄呢 通常你要用鍍膜的 這個用皮 你可以用Altrassine的Diamine 用Plasma 用Plasma去長 用Boronitrine 或者是用鋁 一點點混雜一點點Polyma 混雜一點Polyma 很薄很薄的鋁 因為Polyma沒有強度 通常要跟金屬一起合用 OK 那有的呢 就超高真空 我真空弄得很好 我真空非常好 我這個沒有window了 完全沒有window了 有很多超高真空的系統 就配用這種沒有window的 那你這個 這個就沒有window的困擾 沒有window的困擾 好 一張EOS跟EDEX的比較圖 比較圖 那這個通常呢 通常就是我們的 Brillium的window 1980年 以前大概都要10個micron 都要10個micron 所以它很多的X光光子進來 都被吸收掉 所以使得我這個原子序 11以下的我根本看不到 但現在我可以看得到 現在可以看得到 用Altrassine window 我可以看得到 現在都是Altrassine window 可以看得到 但是什麼 定量不reliable OK 你可以看得到 像氧 蛋 很多氫元素 通常我們很需要知道 通常你看不到 其實現在整個電子顯微鏡 整個發展 是非常powerful 對什麼很powerful 對無機材料很powerful 無機材料 對無機材料 就是我們一般做材料的 通常無機的 通常有機的 那個電子顯微鏡 分辨率 分析能力 無庸至於是一流的 但對什麼東西現在不行 對有機的 生物的 單分子的 而且那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對有功能性那一部分很重要 完全是束手無策 基本上有兩個大的問題 有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是它都是氫元素 氫元素你在影像的對比很差 你在EDEX的訊號很弱 OK 那在EOS也不高 做實在也不高 只不過比較好一點 那第二個 第二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電子輻射損傷 它的氫元素它很容易被損毀掉 所以這個是 Artracing window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波隆 可以看到波隆 你用那個皮窗 就只能看到Z Z大概就只能小於11的以下都看不到 那Artracing window就可以看到波隆 波隆是原子序多少 原子序你就可以看到波隆 如果說是Artracing window 這個是 這個是Fluorescent E 這是Flexion Transmit 穿過去皮窗 穿過去窗子的比例 皮窗大概在這裡 這個Energy 0.5個EV以下的 0.5KEV以下的 它根本穿不過去看到沒 然後它這個皮窗大概在這裡 OK 那這個是Automorphic 這是Artracing window 很薄很薄的 用那些什麼Diamond film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Ballon nitride 然後鋁呢 鋁呢 加那個什麼Polymer 在這裡 那這裡頭 這是Windowless 這是沒有Window的 但是需要超高真空 需要超高真空 需要超高真空 大概是 它傳過去的比例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呢 又是一個 這是Diamond 它就是在講Diamond 這裡頭 這是 這裡Pn 因為這裡是加 負的Bios 這裡是JD 所以一般電子 通常會集中在這裡 就形成Diamond 這是沒有工作了 不能工作了 因為它不是Intrinsic 這裡就不是Intrinsic 這個就是Diamond 因為這裡通常會有 那個 我的電動會集中在這裡 這是Diamond 就是沒辦法工作 你真正可以工作的是這一個 工作的是這一個 那 這通常呢 你家液態氮有幾個功用 其中一個功用我們講過了 我鋁的Atom 它會Diffusion 當我apply 這個Bios的時候呢 我鋁呢 會Diffusion 我鋁一Diffusion之後怎麼樣 我的Detector就壞掉了 OK 都壞掉 所以我要液態氮 第二個是Noise 因為呢 你有溫度之後 你本身就有平衡的什麼 Electron Hole跟Electron 平衡濃度在那裡頭 那是加入你的背景 你的Noise OK 所以你溫度越低的話 我的背景的平衡的 Electron跟Hole 濃度會低 OK 我的Noise會小 那我這個Noise 我這裡溫度低呢 我這個Electron 這個Noise 也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一點 這個Ded Air 這個 我的光子也會打到這裡 也會打到這裡 那這裡呢 會產生 在比較低原子序的 它會更明顯 會造成一些影響 會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我的可能會在這裡頭 我的很多電子電動隊可能會在這裡頭消失掉 會在這裡頭消失掉 我本來就少 我能量低的 我能量低的 就我原子序Z比較小的 就是我進來能量比較低的 我電子電動隊就什麼 就少 本來就少 所以我這個Ded Air的Effect 我會更把那些產生的電子電動隊怎麼樣 我要是產生在這附近 有一些電子就不見了 我來這邊有一些電動會不見 電動會不見 那我這個如果說 我這個原子序高的Element 我進來的X光的能量就高 我產生的電子電動隊就多 我少掉幾個不要緊 OK 但是呢 我如果說是原子序低的呢 我少掉幾個因為我Ded Air的關係 少掉了幾個以後 我的這個Element的Identification就有問題 就有問題 那這個能量 能量分辨率 我們說能量分辨率 那基本上這個裡頭會 它應該是一個高斯函數 會有高斯函數 但是因為我們有Ded Air的存在的關係 有Ded Air存在的關係 我這個高斯函數呢 通常不會是那麼perfect高斯函數 它可能會從這裡這樣上來 這樣上來 它並不是一個Ideal的高斯函數 因為Ded Air的關係 這一段就在講說 因為Ded Air的關係呢 使得我這個Pick呢 可能會偏離高斯函數 那這個對我們整個定量沒有 沒有很重要的影響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是Ideal 那一般Ideal的這個高斯函數呢 這個比 這個是Full width 這是Half maximum 這是一半的半高寬 這是Full width 這是Penth of maximum 就是十分之一的maxima 這個寬度和這個寬度比 大概1.82 我這個寬度比這個寬度要1.82 有時候我會偏離掉了這個高斯函數的形狀 那是因為我Ded Air的關係 因為有一些的電子電動隊會消失掉 消失掉 那電子電動隊消失掉會偏離呢 就是我越輕的元素會越大 我越高的元素呢 越不會大 這個是Germanium 剛剛我們一直談Silicon 那Germanium的基本上不同是 Germanium是 Silicon呢 我需要 我的intrinsic silicon比較難做 因為我需要多品的 Lysium Germanium呢 通常是比較好 Germanium通常是比較好的 它通常就是有intrinsic的Germanium 我不用多品 我不用透過多品 那它的能量呢 大概是3.8個EV 3.8個EV 3.8個EV Silicon 3.8個EV 那intrinsic的Germanium 就IG intrinsic的Germanium是2.8個EV 2.8個EV 2.8個EV有個好處 有個好處 所以Germanium它的absorption 你看 它這個Silicon 它到這裡 你看Silicon這個虛線 它在這個 20KEV 以下就完全 基本上就decay下來了 看到沒有 20KEV 20KEV 大概就是到原子序 原子序20KEV就是 我的K-Edge跟L-Edge 大概在哪裡 20KEV 你看 20KEV 我們現在回到 回到 我看看 這裡 這裡 20KEV 這裡 20KEV 20KEV 通常 你到大概 原子序大概到30 30 它的K-Edge 它的K-Peak 跟L-Peak 大概在心 左右 原子序 原子序大概到30幾 大概到30這個地方 基本上 基本上就已經 Silicon就會掉下來了 所以 Edge Edge可以Walk的範圍 就是Intrinsic的Silicon 沒有 就是CD detector 基本上可以Walk的範圍 大概都到10幾個K-EV 15個K-EV 就沒了 你真正比較重的元素 真正比較重的元素 需要靠什麼 靠Germanium detector 所以通常這裡頭 Silicon 到20個K-EV 你看它那個 最大的Range 就到20個K-EV 它就沒有了 最大的範圍 那20個K-EV 通常都是 你的K-Edge 跟L-Edge K-Peak 跟L-Peak 最多對原子序 大概到30 到心左右 它很多 它就是比較少 有點限制 那你真的要重元素的 通常都要到 這Intrinsic的 19沒2會比較好 好 我們連著 連著 大概有一些重要的東西在 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們休息5分鐘 大家上個洗手間回來 OK 我也不要休息太久 我就去回來 OK 在這個什麼時候 我回到 大家在做這盆 carbiv大 可以測試嗎 我回到 那邊 我回到 the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